俏皮嫩男跪在大小姐面前,解开一扇,露出结实壮硕的后背,大小姐呼吸急促,缓缓将长弓搂在怀里,用尖尖玉手抚摸着那条栩栩如生的青龙,爱情在少男少女的心肩萌芽,然而这段不被世俗认同的婚姻却能以一己之力,改变一家三代人的命运。 十里香酒坊的周爹王老来得女,给她取名为花雕,并在女孩满月这天亲手封锁了一台上好的女儿红,给女儿结婚当嫁妆用。 然而花雕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,不仅长得亭亭玉力,就连成绩在学校里也是顶尖。 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,她还立志要考上海的大学,还说要不是舍不得父亲,她都要考到国外去。 开学前的暑假,花雕回到家中小住一段时间,却从家中工人口中得知,父亲为她安排了一门亲事,但此时花雕一行想读书,根本不想那么早嫁人。 也正是在同一时间,她认识了酒坊李青来的女孩,